对不起啊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喂 抄中了没听见啊 你才抄中哪 麻烦我找公德心行不行 我上班要迟到了 谁不是上班要迟到了呀 你别耽误别人呀 就是 谁有公德心谁下去呗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下去吧 麻烦让一下 等一下 您是DT传媒公司的员工吧 你们金总昨天还在电话里 跟我夸了一下员工素质 没想到今天就让我领教了 需要我再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吗 对他这种人 宽容就等于纵了 没错 就得这样 你怎么知道他是DT传媒的人 他胸盘上写着呢 那您到底认不认识他的老总金总啊 这么有名的传媒公司老总 当然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你好 你好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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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dain 嘞 嗨 梅小辈 你也是韭拜的 嗨 我之前没见过你 第一天上班吗 不好意思啊 我昨天才来报道 今天是第一天正式上班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也是刚来了一个礼拜 李腾飞 IT业务专业 法务专员 王若宇 行吗 就这么把人给我放了 我花钱请您的法律公安 干什么用的 不好意思 法律是用来维护正义的 恕我直言 您的所作所为 可实在谈不上什么正义 我不正义 我行使我的权利天经地义 您口中的权利 不过是利用 规则中的一点漏洞 做点损人利己的事而已 和正义一点都不想干 王若宇 我看他校友的份上 我提醒你 你竟然跟我过不去 行 明天你不用干了 回办公室 做你的实习生去 大王 把周付一下 安菲给我倒杯咖啡 好的 刘律师 什么事啊 我看了这个合同 感觉有些问题 其中有几处规定得非常模糊 可能会让你方 行了 让你干什么干什么 管那么多干嘛呀 我只是想从职业的角度来提醒您 我还用你提醒啊 以方误判怎么了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我们是甲方 只有合同向着我们 就没有问题 可我觉得合同双方应该是平等互利的 而不是这样偷偷摸摸的 采用一些欺骗的手段 给对方下陷阱 干我们这行的 首先要认清我们自己的立场 认清楚我们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 你还真把自己当什么正义女神了 记得啊 那个特迷斯啊 眼睛是蒙着一块布的 不该看什么就不要看什么 不该管什么就别管什么 正义女神蒙眼是表示不受主观误判 是自我约束 是公正无私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 咱们总不能打着法律的旗号 去做违反道德底线的事吧 王若宇啊 你不是上学上傻了 你才来公司几天啊 搞得让高公子不高兴 现在又来教训齐我了 我没有资格教训您 我只是在重申一份合同 应该遵守的公平原则 你一个小小的实习生 开始对我指手画脚的 我告诉你啊 我随时可以让公司开除你 如果你要因为 我的职业道德而开除我 那我求之不得 离开这样的公司 总比一辈子 背着心理负担来得轻松 对不起 我不干了 你 可能是弄完了 我马上头刷得我腰都要算 睡觉了 怎么回事 这破房子还停电啊 你没推到外面有声音 要看这儿 当然 我是有声音 这儿不太严重了 这儿不太严重了 你怎么在哪儿 这儿不太严重了 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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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别怕 先下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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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事呢 它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们会调查清楚 我们会调查清楚 嗯 麻烦你了 行 没事 这样吧 那你们先回去吧 有什么消息 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好 谢谢您 好 去吧 来 来 来 落 落啥雨啊 那房子怎么办啊 我的事 我哪知道怎么办呀 我还想怎么办呢 不是 哎 怎么样 算咱们倒霉呗 碰上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黑中介 一房多租就算了 连钥匙都是后配的 那房东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房子 会租出去 那 那怎么办 咱房子还能住吗 当然不能了 警察给房东打电话 房东一下就急了 咱们今天必须搬出去 这怎么行呢 咱钱也交了 还打扫那么一下午呢 是呗 你们俩顶多花点钱 出点力 我可倒好 白安了一本棍 你 对不起啊 算不倒霉 看你跟你们主子一样 建筑准没好事 你才有主子呢 你这种人活该倒霉 我们走 就是 走 哪有理 我哪种人啊我 哎 对不起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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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超重了没听见啊 你才超重呢 麻烦我找公德心行不行 我上班要迟到了 谁不是上班要迟到了呀 你别耽误别人呀 就是 谁有公德心 谁下去呗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下去吧 麻烦 让一下 等一下 您是DT传媒公司的员工吧 你们金总昨天还在电话里 跟我夸了一下员工素质 没想到今天就让我领教了 需要我再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吗 对他这种人 宽容就等于纵容 没错 就得这样 你怎么知道 他是DT传媒的人 他胸盘上写着呢 那您 到底认不认识他的楼总金总啊 这么有名的传媒公司楼总 当然是我认识他 他不认识我 他不认识他 我已经不认识他 那他不认识他 他不认识他 你不要笑 他不认识他 有点憂他 他不认识他 他不认识他 我还不认识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吗 嗯 李腾飞 你怎么才来啊 会议室里有重要的客户 葛佐长你招待一下来宾 我 我马上过去啊 这位是我们捷洛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区的首席葛瑞先生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我代表GY中国的全体员工 欢迎各位贵宾的大家光临 贵公司在国内房地产 以及环保领域所创造的成就 是非同小可的 而我们GY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地位呢 也是有目共睹的 行了 葛佐 不用送了 关于咱们两家公司战略合作的事 您看 怎么样 后悔了吧 当初早要跟了我 现在哪至于让别人当服务员使用 在学生会的时候 我就把自己定义为一名服务员 现在只不过是把服务同学 换成了服务客户 没什么本质去谈 还是李主席会说话呀 这样吧 看在老同学的份上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要不要跟着我 谢谢高总好意 不过我既然和公司签署了协议 也得守一份契约精神吧 李腾飞啊 李腾飞 从来都是别人求着我 像你这样推三阻四拒绝我的 我还真是头一回见 我可没拒绝你啊 如果我们两家公司 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您作为我的客户 就是我领导的领导 不也相当于我跟着您干了吗 行 就冲你这句话 回去我跟我爸好好说说 对了 高总 你还记得吗 您还记得吗 咱们毕业之前 学校有一个老人 被自行车给撞了 到现在还没找到赵设计 加强那天我也在查 捡到了您的学生证 这 这么巧吗 那天我 应该是您围观的时候 不小心掉的 我当时叫您 但您实在跑得太快了 一露烟都不见了 你说是不是太不小心了 对对对 我太不小心了 后来我看那老人太可怜了 我还是让人偷偷送一万块钱去呢 做好事不留名啊 不愧是高总 这样 等我们两家公司 正式签约的时候 我把这东西带来 物归原主 虽然这东西现在是没什么用 但毕竟也是一件 挺有意义的 纪念笔 您说 对吗 对对 纪念笔 有意义 艾比 别的公司先不考虑了 回去之后 尽快和GY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我八小时问 就说我说的 是 高总 高总 来 您请 您老婆 您老婆 我自己走 走 高排富是你客户 老大 他没为难你吗 放心吧 不但没为难我 还送了我一大礼 高排富 尽快和GY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如果我赶不上面试的话 你就第二次 替我拿下GY 还不是因为我之前帮过他 大家又都是同学 所以给他点面子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当初就应该你去GY 这要是我去的话 别说大单了 早就被开除了 来 提个呗 来 庆祝老大 齐开得胜 也庆祝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 有一个完美的开局 目标两百万 干杯 干杯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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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这是 街道办让小区退群租房 一个月前就下最后通牒了 但是二房东想最后捞一把 所以就把消息埋下来了 今天街道办的来拆隔间 大家才知道 二房东人呢 早就捐钱跑了 跑了 这帮孙子 那你晚上住哪儿啊 临时找地方指定是来不及了 要不然 你们仨 谁能让我操控今天 我这是有心无力啊 我那地儿我这长短住的都费劲 你这么大个子 全是老大 我 我那儿 倒是没问题 就是 菲菲的 行了吧你 还是住我那儿吧 那灭绝世代怎么办啊 这事要让她知道了 这麻烦了 不是 别让她知道不就完了吗 这有什么呢 那什么老大 你你你拿些换洗的衣服 然后那些大件 放周园那块 其他的 交给我 快了 快去 张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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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呢 阿姨好 请问 杨新伟住这儿吗 谁 杨新伟 就是大概 这么高烫了一个爆炸桶 没这人 对啊 你们这儿不是三号楼吗 这是四号楼 三号楼在那边 你瞧 我也弄错了 走吧 好嘞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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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保证呢 小鱼啊 戴口罩干吗 这不感冒了吗 运动一下 发发汗 光运动不管事 得吃药 好嘞 小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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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睁 小鱼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得保持警惕 我这张偷梁换柱似的怎么样 好是好 但是这么一点麻烦也不是事啊 真的吧 明天呢我就再找个旅馆 就自己住我吧 你找什么旅馆你找旅馆 找旅馆还得费钱 能省点事的 我是怕你太累了 我有什么好累的 你想啊 在公司的时候跟同事斗 和老板斗 你回来之后 还得跟你老太太斗 她说累不累 那得分谁 为了兄弟 为了咱们今后的梦境 梦想 我一点都不累 没事 这话说得好 但是你就没为自己想想啊 我帮你就等于帮我自己啊 鸟随鸿风飞腾远 我得先把你变成鸿风 你才能带肿飞啊 俗话说得好 一人得到鸡犬胜 不对 话说话 将来有一天你肥晃腾大了 是为了拉熊的一把 你就不怕我过得摘脚啊 我还真不怕 我余鹏也看人什么时候走过眼 老大 听说这外公司美女挺多呀 这两天你上班就没有看上那 老大 老大 你该为自己的人生大事考虑考虑啊 那大学思念谁还不谈个恋爱 你看这杨子 周妍 哪个闲着了 就你 我呢 我跟你没法比 现在能力一般 家庭条件也不好 我只能等 以后事业做成了 再去想那事 你这话我就不同意了 谁说没钱就不能谈恋爱了 你现在没钱 并不代表你以后没钱 一手抓爱情 一手抓事业 两不耽误 等那个时候你功成名就了 那好姑娘早被人拿走了 有道理啊 但是现在这么忙 每天 这哪有时间想那些事啊 再说了 我喜欢人家 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我 所以这事得看缘分 老老大 说实话 你这人哪儿都好 就是顾虑太多 你要管人家喜不喜欢你 自己喜欢就去追 有缘分就上 没缘分 制造缘分也得上 在这点上你还真不如意吗 睡觉 希望今天晚上别蒙着 那个灭绝事态 还不想玩啊 你们部门就是要搬家啊 还不是因为你 给公司谈了新的客户 有了新的客户呢 就得组建新的团队 组建新的团队呢 我们这些边缘部门的人 就得给大家腾位置 不好意思啊 让你们这么折腾 要不然我帮你搬吧 行 那就给你一个 将功赎罪的机会 好 今天谢谢你啊 不客气 我就当将功补过吧 好 你天这么晚了 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我怪麻烦的 不麻烦 很方便的 你等一下我去取车啊 你等一下我去取车啊 你等我一下 喂 那男的谁啊 男朋友 我管不着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请你不要再来缠着我 我不想跟你再有任何关系 小语 我知道你恨我 嗯 我知道 以前也是我做得不对 啊 我向你道歉 不过 不过 你总得给我一个开证的机会 是吧 来 小语 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马上离开我的事情 不然的话 我就永远消失在你的面前 走啊 快点走 好 他是谁啊 一个问路的 走吧 没想到还挺巧的 咱们还是校友 是啊 我也没想到 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 你居然认识高培妇 说来还真挺巧的 好不容易离开高市集团 结果你又把他变成 咱们公司的客户 这到头来 我还得跟这帮人打交道 这么一说 我觉得自己罪过更大 没有 我开玩笑的 不是 我也是开玩笑的 你就送到这儿吧 我马上就到了 别了 这么晚 我给你送到家吧还是 真不用 不用 我马上就到了 那好吧 你小心点啊 嗯 那明天见了 拜拜啊 拜拜 你小心点啊 拜拜 你朋友什么时候来啊 我都快饿死了 你朋友什么时候来啊 应该快到了 我接着打 等着 红色卡座 七号出 肉眼 站 您好 怎么是你啊 故意的 是不是故意的 你阴魂不散啊你啊 你才阴魂不散呢 咱俩谁瘾啊 我现在我这脑瓜子 还没好呢我 我不是已经给你道歉了吗 道歉就完了 物工费 医疗费 精神损失费可都是我抽的 这还不算 临走的时候还说我是那种人 我哪种人啊 你是哪种人 让你自个儿信你清楚 麻烦让一下 这张桌子我们已经预定了 麻烦让一下 这张位置我们已经定了 你真以为是你们高市集团呢 不好意思 这个位置 我们提前早就预定了 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赖啊 若瑞 我们和游客上一方都做了吗 哪来那么多一方都做了 我看就是他这人诚心的 我再重申一遍 这个位置我们已经定了 赶紧到别的地儿去 我也和你再重申一遍 这个位置是我们先定的 麻烦你到旁边的位置去坐 会要影响到我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味蕾之旅 你这个人我发现了 你怎么到了 我还在这边等你的 正好 您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大鱼同学 最好的哥们 于空月 大鱼 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 我那个同事 王如雨 她是你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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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 作为本次青年创业大赛的独家赞助方 我有权在场馆内的任意位置 张贴本公司的广告 赵佩复 要点脸性吗 别动 王如雨 这位同学 请你立刻停止你的侵权行为 我凭什么听你的呀 我是高市集团的实习法律顾问 那我问问你 有这么贴海报的吗 哪儿指啊 什么法律保护这种损人利己的事 这是本次大赛组委会 与独家赞助商高市集团签订的协议 公司有权在场馆内的任何位置粘贴海报 是不是你站在这儿 我贴你脑门上都没问题吧 如果这样你就能接受我当事人的行为 行 你贴呀 贴呀往这儿贴呀 贴呀 你贴呀 别踩我 再提醒你一次 如果你继续你的侵权行为 我可以随时通知组委会 取消你的参赛资格 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 自个儿看着办法 既然是个误会 那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好吧 对对对 这是不打不消失嘛 再说了我们四个可是校友 再加上这么有缘分 我提议 我们干预备吧 谁跟他有缘分 我同意 供饮杯中酒一笑米云成 来 大云 主动点 来 干杯 别这么小气啊 差你了 没干杯呢啊 干杯 干杯 这丫头居然是你同事 别说我没提醒你了 他当初可是高佩妇手下的红人 别这么说人家 他之所以离开高市集团 也是因为他看不惯那些人的所作所为 真的假的 他这么有证应感 我怎么不信 你可小心别让他给骗了 不至于 说白了 他不就是因为工作怼你一次 后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误伤了你一下 至于这么大筹码 老大 你是真不知道他下手有多狠啊 光明顶上的灭绝师态 也就不过如此 不对啊老大 怎么一直替他说话 你该不会被这个灭绝师态给迷住了吧 瞎说什么呢你 行了 别让人等太久了 上去吧 上个厕所等就等呗 老大 真没被他给迷住啊 好 张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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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阿姨我想你了 张阿姨 快快快快快快 张阿姨 来去吧 张阿姨 快 快快 快 wolf 我跟你说 快 别忘了 快se Brand 快 都怪不得了 快 都怪你 没有 没事 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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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真灭绝尸 他一边跑哪儿就玩去 好 这些是刚起啊 算了 于鹏月 这回您还有什么可说的 张阿姨 在我说之前 您先别激动 我来解释一下 在我解释之前呢 我先跟您说一下 我不听您解释 我只认租客守则 阿姨 是我做错了 我今天就去收拾东西 我马上就搬走 搬什么搬租派 张阿姨 租客守则里 显不允许外人留宿 这位是谁 这我同学 我兄弟 他也不是外人 谁说不是外人 他呀 除了租房者之外 除了租房者之外 只要是人 他就是外人 张阿姨 我兄弟有难处 就过来留宿几天 这不也没影响到外人吗 那也不行 那也不行 多住一个人 就是违反租客守则 违反租客守则 绝不允许 张阿姨 我这是特殊情况 您就通融一会儿 就这一次 也不也不行 于彭月 你严重地违反了租客守则 按着规矩 扣除你剩余的全部押金 别 还有 给我写一份 不少于一千字的检讨书 月底之前给我送上来 哈哈哈哈哈哈 你见过没 你见过 不是 张阿姨我没听错吗 张阿姨 咱俩只是租客 与房东之间的关系 你是不是都太不讲道理了 在我家 我就是道理 住在这 就必须守这儿的规矩 您这规矩太没人性了 什么 哎呦 哈哈哈哈 他说我没人性 没人性 你喜欢安静 这我都理解 可有你把分贝仪 挂在楼道上面的吗 连所有我邻居打个阁放个屁 都得小心翼翼 谁家不是把热水漆 跳得高高的 就你把热水漆 跳到三十八度 我到了冬天洗澡 还没洗完呢 人都快冻成冰棍了 还有 你不让我们吃榴莲 不让我们吃大蒜 不让我们吃抽豆腐 也就算了 连人家炒个菜 放多少瓣蒜 放多少个大葱 放几个辣椒 你都管 你是不是管得太宽啊 你说你有没有人性啊 搞清楚 这是我的房子 我想怎么租就怎么租 你管不着 好 租客守则上写得清清楚楚 不愿意住 你可以不租啊 想在这儿住 你就给我守这儿的规矩 你这就是霸王条款 我就霸王条款了 你怎么着 我就不能怎么着了 我让所有人来评评礼 叔叔 阿姨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来 你们平平礼 你们住的时间是不是比我长 你们说这宿客手则有道理吗 咱们是不是应该联请人来 背后咱们自己的权益 是不是应该 对不对 对 你应该 大哥 大姐 你们就宁愿忍受这一切 宁愿像这种不合理现象屈服吗 宁愿连最骑骂自己的一点尊严都捍卫不了 看清楚了吧 于鹏月 你住到这个月底 马上给我搬走 你住到这地方 原来 你住到这他 你住到这边 你住到这边 大雨 你算了 老大 活到这么大我没服务去 逗不过了 你这不行 算了 算了 你这个谈只能让你出去点 我到了 我到了 李腾飞这个人啊 私心是挺重 对 您说的没错 他这种人我最了解 就两个字 现实 没什么家庭背景 光靠自己一身本事 出来闯杠 在他们的眼里 生存才是地位的 其他的都不重要 只要是不让他们主动出手 他们就一直能装作 无动于衷的样子 一直旁观 说白了就是伪君子 但凡有一点 为自己开拓的余地 他就想方设法地 让自己心安理得 这种人当棋子 再好不过了 您说呢 行 我就带信你一次 紫禅 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 说出来你都不信啊 咱俩这回又要搬家了 为什么呀 我们这回找的可是正规中介 签了合同的 这次跟中介没关系 是房东他不租了 他情愿自己赔违约金啊 也要把咱这房子收过去 那他总得说是因为什么吧 谢谢 我和你说啊 咱那个房东啊 咱那个房东啊 前两天出去跟女网友见面去了 被他老婆递个正着 这下可好了 两口都打得不可开交的 又是要什么离婚 卖房子 分家产的 这种情况只能先把咱俩请出去了 这都什么事儿 别让自然倒霉我 别让自然倒霉我 你也租房 是啊 顺便帮我老大看看 李腾飞他不是已经找到房子了 他那破房子也太刺了吧 上个厕所都跑到一公里以外去 反正我也要租房了 顺便给他也看一看 实在不行 我俩一起做 没想到你这人还挺好心的 那你看看 我兄弟们 两个美女 想要租什么样的房子啊 女士优先 我想租一个 两个人住的两室一厅 然后最好客厅能够大一些 楼层别太高 要是有电梯的话高点也无所谓 一定要离地铁站可以进一些 最好周围的配套设施也能齐全一些 像什么商场呀 电影院呀 超市呀 医院 就有这些就更好了 但是价钱别太高了 我懂的 跟我来 来 你们看这户 这户呢 主卧和客厅都比较大 活动空间充足 边上有一个次卧 可以拿来当书房 也可以将来作为婴儿室 楼里有电梯 就算是怀孕的 上下楼也会非常的方便 边上配套设施非常齐全 医院啦 超市啦 什么都有 做产检啦 买奶粉啦 尿布啦 都非常的方便 特别适合像你们这样的新婚小夫妻 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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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我俩不是两口子啊 我明白了 来 跟我来 看这户 这户呢 客厅 餐厅和厨房的面积非常充足 相对来说呢 两间卧室面积比较平均 这样呢 就既保证了 每个人自己的个人空间 也有足够的公共区域 这种房子呢 最适合 我 我们俩也不是那种男女朋友 我明白了 我们去里面看 这户 虽然整体面积不大 但是整个小区容积率低 环境非常优美 一对一试管家服务 地下停车库电梯直接入户 有私密性特别强 住这户呢 只要你不说 别人 就不会知道了 我看起来 像我随便的女人 打电话 那大姐脑子里想什么呢 我看起来像那种人吗 我 真倒霉啊 遇上你那房子都坐不成 我哪一种人啊 怎么了 愁眉苦脸的 叶哥 要不咱们还是算了 怎么了 又要钱一个 好 给 谢谢你 走了 拜拜 我 怕被你男朋友放弃 正好呀 跟她提分手啊 菲菲 咱们都是成年人啊 是不是 我未婚你未嫁 怕她干什么 我谢谢你能帮我 但是我 你几个意思 你是舍不得她的 你看 你还是瞧不起我呢 菲菲 暂着暂着 你好好想一想啊 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养活自己都困难 她能给得了你什么呢 你再想想 你们家的情况 你比谁都清楚 你弟弟刚刚出国留学 这个费用 从哪儿出 她以后结婚买房子钱 又从哪儿来 你爹你妈 她都指望了你的 想想 别那么纠结 走 先去买衣服 好吗 走走走 恭喜你啊 上午赢了个大单 什么大单啊 客户给面子而已 你又别谦虚了 报纸的内部邮件 都已经发出来了 是不是就等着千万合同 可以升职加薪啊 说实话 我升职不 什么意思啊 这次比选 余峰月他们公司也参加了 他不会让着你吧 这么没有职业道德 那么没品的事 他怎么会做啊 本来还想着跟这小子 好好比拼一把 只可惜 天不随人愿 出什么事了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了 高屋地产最近 也被高市集团给收购了 所以是高赔富在背后操纵的 高赔富和余峰月同学了四年 也打了四年 算是死对头了 我说我当时在高赔富那实习的时候 余峰月为什么对我那种态度呢 所以说 现在高赔富当上了甲方他就擦了 听说 今天比选的时候 余峰月被折腾勾腔 一气之下 就骂了他几句 他这么冲动 当中主码客户可不是件小事呢 他就这性格 你又不是不知道 如果能改的话 就不是他了 有件事我直都没想明白 高赔富他明明知道 你跟余峰有关系好 那为什么每次都把项目 给到咱们公司 一来是因为我在学生会的时候 帮助过他 关系没那么僵 二来他想利用我 来打击余峰月 顺便挑拨一下我们的关系 所以表面上是我赢了 但其实 我不会是别人的一枚棋子 我说你怎么也不是特别高兴 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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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听我解释 真的 这次真不管我的事情 不知道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保证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几位 就最后一次 还给你一次机会 你不是万无一失吗 你不是说安排好了吗 高总 郭总 这不管我的事 这是刘正义的事情 谁会想到他的人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防不胜防这是 刘正义的账 我会跟他算的 至于你 除了会出一些阴招损招 你保不起哪天有得搬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就你还想跟副总经理 赶紧给我回收拾东西 跟我爸签了自立马 给我滚蛋 我 通过这次笔选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资本是什么 资本就是力量 是话语权 无论什么人只要掌握了资本 就可以分手为云 复手为云 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根扎得深一点 再深一点 哪怕牺牲再多 也要毫不犹豫地坚持下去 因为我相信 总有一天 暴风雨 会折断那些腐朽的桥梦 久违的阳光会重新照进雨林 只要抓准机会 小草也可以长成参天大树 用自己的身体 撑住一边颠空 杨泽船 难过看起心情不好吗 没有我心情好着呢 慈禧哈 有啥子说哈 老大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认识这么久了 我还不了解你 听你们公司人说 已经辞职了 我不主动辞职 还等着他们开除我呀 想不想知道 最后哪个公司要了 我想知道 反正不是咱俩 是我 你 真的老大 你别骗我 骗你什么呀 公司都发起爆了 马上就加薪盛事 老大我跟你说 这高培护还算有点良心 真的 我看错了你 来 来 喝一个 顿时没那么不开心 你这人真是奇怪啊 明明刚失业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了 行 明明人家耍了你 你还感谢人家 明明是我赢了你 比我还激动啊 你赢了我当然高兴了 你赢了我当然高兴了 说实话 他们几个人怎么折腾我都认了 只要别把你拉进来就行 这个美务公司我早就带你了 本来想进去吧 是有点东西 可后来我发现 他们整个破碗就挂羊头卖狗肉 光靠几个名词概念就忽悠别人 咱们项目比他好多了 吃 吃串 你看你又这么看着我 兄弟 我欠你的 咱俩是兄弟 谈不上谁献谁的 好吗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举起你手中的酒杯 来 与你庆祝一下 来 太开心了真的 嗯 老板 再来三十串 行呗 三十个羊头卖 这些人有不同的人 所以我跟你说 这好女孩多的是 待会儿我跟你介绍 这都不叫事 大俊你干嘛去 你回来 你去哪找她呀 你知道她在哪吗 就算你找到她你干嘛 你还得让我去派出所捞灭 说这么眼睛中看着周燕 一次一次被她骗是吗 你可能写的是什么 我给你念念 我决定想要我想要的生活 要有尊严有品味的生活 爱不是精神上的彼此欣赏 而是物质上的平等交换 这写的都是什么呀 明明自己嫌疲爱富去找有钱人 非说的自己那么委屈 周燕这些年签的什么了 自己连个眼睛片都不舍得换 把钱全画在她身上了 就算是她骗了周燕 但这是道德问题不是法律问题 人周燕自己感情的事 她都没说什么你 周燕是我兄弟 她的事我必须得管 你说不是法律问题 她把周燕租房子的钱都拿走了 这不是法律问题 这是什么 这是诈骗 我就不信我现在去举报了 我找不到 大 大悦 你 大 大悦 别 别 别拽我 别 别去 求你了你过来 回来回来回来大悦 拽我你干 别报案 你先坐你先坐 大悦 不至于啊 坐这坐这坐这 皇上目的太年级 坐这 别 别报案 你吃迷红药了是吗 你吃迷红药了是不是 行了你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 可是 可是 非非她也不容易 那个他们家的情况 我也知道一点 那些钱不是她自己拿走的 是被她爸妈拿走的 大悦 反正也没多少钱 要不这个事 就让她过去吧 这男人啊 永远忘不了自己第一个女人 纵有千般不是 那也永远是她心中的女人 永远盛开的那朵 小红玫瑰花 大悦 咱们理解理解啊 咱就像赵妍说的 算了吧 就让这一切过去吧 大丈夫何患无期 等咱们以后有钱了 好女孩多的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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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 让她华丽地翻过去 小杨 小杨在吗 我是你宋叔 谁啊 我房东 这礼拜都来了好几回来 每次来待几分钟就走 莫名其妙 要不然你去看看吧 还真有事呢 行 那我看一下 来了 宋叔 宋婶你也来了 进来进来进来 这是我几个好朋友喊的 您好 叔叔阿姨好啊 小杨 住得还好吧 住得挺好的 您这礼拜都问了我三次了 怎么了宋婶 我 那个小杨 你住得还习惯吧 不是 我住得挺习惯的呀 不是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啊 就算你要涨房租 您也不是这么委婉啊 对对对对 我说嘛 现在的年轻人脑子就好使 真长房租啊 是的呀 小杨是这样的啊 你说现在早市上的黄瓜 都从三块涨到三块五了 我们老两口 就指望着你这点房租过日子 你宋叔啊 每个月的酱药药 都要花好几百块钱 再不涨点房租 我们老两口要去喝西北风来 那您想涨多少啊 老头子 说呀 一百 行 没问题 都不容易 您还得买酱药药呢不是 我怎么也得让您过一个称心如意的晚年呢不是 不 不是一百 一千 不是 这是过了啊 怎么突然就来一千了 有点多呀这个 这不 不是一千 那 那 这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哎呦 你就直说嘛 这死老头子磨磨叽叽的 我来说 小杨 我们打算 把房租 涨一倍 我 翻番了啊 怎么 怎么就翻番了呢 不是 我这我 我这住得好好的 你怎么就给我翻番了呢 是不是啊 还不是看你们 看你跟那几个老黑住得挺好呗 就你话多 本来就是嘛 当初我说主卧租给老黑他们 你说留着租给别人 我说这个租房合同一年一千 你为了一次性多拿钱 一下子租了十年 结果倒好 这两年房租越来越高 主卧还租不出去 你给我闭嘴 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 合着您 您二位是觉得自己亏了是吗 那当当初没租出去之前 怎么不想着这事呢 小杨 您这说话 你这样就不对了吗 你去打听打听 这一片像这种带阳台 带卫生间的主 哪里都要三千块钱朝上 我们是看你前几年大学刚毕业 不容易 我们才两千块钱租给你的 谁心里这么想 谁心里清楚 反正四千块钱我是接受不了 这也有什么接受不了 你只要在这一片住 怎么样也要四千块钱对吧 您您是觉得我没地住 我就必须得接受您这个房租是吗 那您怎么不想想我要不租这 您这连这两千块钱都没有呢 你这说话就没意思了 我们老两口当时也是好心好意收留你的 好吧 感谢您二位的好意好意 我心领了 您这房 您爱租谁租谁去吧 反正我是租不起了 您放心 这房租只要合同一到七 我马上搬走 多一分钟我都不带来 二位请 小杨 小杨 我不租了 不租了 小杨 我们再好商量嘛 我过几天再来 好好好 这里房子挺好的 特别好 特别好 你考着考着 不不不 看见了吗 兄弟们 我马上要跟你们一块去流量 钱 都是钱哪 你们说的社会没钱行吗 没钱就租不了房子 没钱就没法交女朋友 没钱就没法干事业 没钱呀 咱们的梦想就实现不了喽 钱哪 你这上 人不见血的道